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记录片巡护着热度飙升 王一博携手保护穿山甲成热议话题 2024年7月29日18点 王一博担任公益大使的穿山甲纪录片 巡护着在优酷平台上线 该纪录片分为上下两集 上级在当天播出 一经上线 便迅速成为优酷平台上最受欢迎的纪录片 热度值遥遥领先 寻护着上级的主题是为爱穿山 冬季 王一博来到广东惠州 与致力于穿山甲保护的科研人员一起深入山区 寻找穿山甲的栖息地 他们发现了一个新洞穴 并在洞穴附近安装了最新型的摄像机 今年3月 这台摄像机成功捕捉到了一只野生穿山甲的活动画面 穿山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曾因非法贸易而濒临灭绝 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 穿山甲主要以白蚁和蚂蚁卫食 被称为森林卫士 它们对人类没有攻击性 因此很难逃脱人类的捕杀 寻护者的制作初衷 是为了宣传和呼吁保护穿山甲 只有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小动物 它们的种群复苏才有更多希望 穿山甲的鳞片并没有要用价值 杀害和交易穿山甲是违法行为 希望更多网友能加入到宣传和保护穿山甲的队伍中 王一博曾说过 他希望自己的影响力能够配得上正能量 他确实一直在践行这一点 王一博在Z世代年轻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他愿意抽搐时间亲自参与拍摄穿山甲纪录片 并积极宣传保护穿山甲的理念 这也展现了他作为野生救援工艺大使的担当 有些明星虽然头衔众多 如果你是家长 希望孩子学习一些野生动物的小知识 也可以让孩子观看寻护者 这是一部充满正能量 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纪录片 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穿山甲真的非常可爱 8月5日 优酷平台将播出寻护者的下集 敬请期待 王一博演绎之路全景回顾 从出路锋芒到辉煌成就 未来前景广阔 王一博的演绎之路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正如重锤之下必有大瓜所言 每一部成长都伴随着外界的关注和讨论 他最初以UNIQ组合成员身份出道 展现了他在音乐和舞蹈方面的才华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他开始涉足演艺圈 逐步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在他的演艺生涯初期 王一博在电视剧《人间智慧是清欢》等作品中的表现 虽然有些稚嫩 但他那时就已经显露出不俗的潜力 这些早期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使他开始反思并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没有被一时的挫折打倒 反而将批评转化为动力 更加努力地投入到演艺事业中 王一博在影视项目上的积极参与 不断挑战自己 在《魔道组》中成功塑造了《蓝忘机》这一复杂的角色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接着 他在电影《无名》中与影帝梁朝伟 影后周迅等合作 再次展现了他的演技 这部影片不仅锤炼了他的演技 也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最近 王一博主演的电影《追风者》上映 这部影片是他演艺生涯中的右翼高峰 他在片中饰演的角色 有着鲜明的个性 通过精湛的演技 王一博成功地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成熟表演和稳健的风格 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演技上的显著进步和无限潜力 在演艺生涯中 王一博也遇到过质疑和谣言 例如 曾有谣言称他被警方控制 不能离开上海等 然而 这些谣言最终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王一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同时也继续专注于他的演艺事业 对于未来 王一博依然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情和敬畏之心 他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 要站稳脚跟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他将继续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每一个角色 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王一博的演艺蛻变 正是他对演艺事业无限 热爱和不懈努力的体现 他从一个青涩的少年 逐步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承担复杂角色的成熟演员 无论是角色的塑造还是情感的表达 他都展现出了愈发纯熟的表演功力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